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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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今天来到现场的有热爱考古的六位学员 欢迎你们 在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北京建国门地铁站的一面背景墙 它的原版出自敦煌墨高窟藏经洞的金刚经 这部金刚经长差不多将近五米 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 有明确刊印时间的木刻本书籍 那么这件极其珍贵的敦煌雕板印刷品 记录了怎样的历史 敦煌藏经洞里都有哪些秘密 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老师 我们掌声请赵老师上场 欢迎你 赵所长 陈老师好 赵老师 我知道您是专门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工作的 对 我2007年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毕业的 然后我博士毕业之后就直接到了敦煌研究院的敦煌文献研究所工作 所以我一直都在从事敦煌文献和敦煌石库的研究 这个内容太丰富了 我们刚才说到敦煌藏经洞的金刚经 您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部书它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 我们这个金刚经是在1900年发现的 首先我们看到它印刷是很精美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这样的字样 对 就是这个 咸通九年就是公元的868年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明确的刊印的日期 那么我们都知道印刷术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而且也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那么这件实物的出土就证明了中国发明刁板印刷术的这样的历史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这个有着明确的刊印时间 这种历史文献是不是也不多 实际上并不多 这个是最早的一件 最早的一件 对 就是其他的也许它比它印得早 可是它没有时间 那我们就没办法说它是最早的 不好断定是哪一年 这个真是非常的清楚 是 刚才您说金刚经是藏经洞内发现的 那么这个藏经洞具体是在什么地方的 是怎么被发现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我们就要讲到敦煌 那么我们也经常会说 它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 在现在距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明沙山东路的断崖 坐落着我们举世文明的墨高窟 而我们现在说谈到的这个藏经洞呢 它就是墨高窟第十六窟涌到北壁后面的一个耳洞 我们现在把它编号为墨高窟的第十七窟 那么它是如何发现的呢 就是在清光绪26年5月26日 那么也就是我们公历的1900年的6月22号 怎么这么清楚呢 文献有记载 发现藏经洞的这个人王道士 他自己呢曾经写过一个记录 叫做吹木金款草单 他是为了向上报告 你们应该把钱给我了 我发现了藏经洞 哪天哪月都写在上面 对 他就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1900年的6月22号 这也是王道士呢留下的唯一的一个他手写的东西 这个什么草单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呢 清朝学部呢 其实给王道士割了6000两的银子 就是为了把他这个藏经洞的东西 运到这个北京去保存 王道士现在少了 不 到王道士手里就剩300两了 那5700两都让人家七口八口都扣没了 对 就是这样 就是给钱太少了 等于这是个报告 等于是吧 对 是 那么在1900年6月22号的这一天 王道士自己在他的手写稿里头描述的是非常的夸张 他说天炮响阵三裂一缝 然后他领着工人以图驼之 然后在墙壁上拉开了这个洞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呢 就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一个就是王道士呢 他领着工人曾经进行过这个永道部分的击杀的清理 在王道士生活的那个时代 大量的底层的洞窟都是被击杀掩埋的 所以当他把沙子移开的时候 北壁呢 墙体的压力就改变了 所以很可能在长津洞这个位置列了一个缝 然后还有一点的就是王道士呢 他当时还有一个助手 就是说他雇用的这个敦煌瓶是杨某 这个助手选的工作地点非常重要 正好是靠着涌到北壁 然后放置一个作案 有人来请他写个记文 他就带人写个文章 对 所以说他就很长时间都工作在这个位置 那么杨某还有一个特点 他是吸烟的 不像我们现在是抽烟卷的 那个时候都是抽烟袋锅子的 所以他在点烟的时候呢 有一种说法是他用那个集齐槽点烟 点完之后他随后往手一插 结果没想到就插到那个墙体里面了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说他这个烟袋锅子要清理啊 他抽完之后去敲 哎 这后面怎么好像有空洞 叫磕的这烟袋锅子 对 是 不管是哪种说法吧 他吸烟的这件事呢 就让他发现了 哎 墙背后可能有空洞 他就把这件事赶紧报告给王道士 6月22号的清晨 他们两个人呢 就是把那个表面的壁画拨开了 没想到里面就是从底到底 从内到外堆满了古代的文献和文物 而且是非常整齐的码放的 这些文献呢 我们最近的统计数字呢 光文献的总数量就要将近7万件 这个门打开的 其实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 是一个中古的图书馆 1900年 敦煌沃高窟下四道士王源路 偶然之中打开了藏经洞 并在其中发现了公元4至11世纪的 佛教经卷 社会文书 刺绣 卷画等文物 涵盖了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 地理 宗教 经济 文学 艺术等内容 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 然而 人们在震惊的同时 也产生了许多的疑问 这些古代文献和艺术品 是谁把它存放在洞里的 藏经洞内 又隐藏了怎样的故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赵老师一起走进敦煌藏经洞 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藏经洞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墨高窟第十七窟 这个洞窟呢建于晚唐时期 在这样一个小洞窟呢 却整整齐齐的原来码放了那么多的古代文献 那我们就说这个洞窟它的容积是有多大呢 我们看 藏经洞现在它后边有一个这个佛坛 这个长方形的佛坛呢 它的长度大概是1.78米 然后它的近身呢是0.89米 它的高度是0.45米 那么我们把长方形佛坛占据的空间呢 取掉之后 整个洞窟的容积大概是19个立方米 也就是说 我们发现那么多的古代文献文物 它原来就是堆放在这19个立方米 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的 其实长经洞呢 它北壁是有壁画的 那么它的东壁西壁和南壁呢 都是素壁是没有壁画的 那么北壁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壁画上面 背景呢是有两棵树 树下呢 一个手拿着一个金 另外一个手执杖的近侍女的形象 然后在这棵树下面还挂着一个布袋 这个包包其实还是挺时尚的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然后在这边呢 有一个拿着完善的地丘泥 它这个树下呢 是挂着一个水壶的 这两个人呢 其实就是主尊的这个高僧像 它的两个侍者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洞窟 它的西壁的部分 西壁呢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浅磐的 这个浅磐也是洞窟开着的时候 就特意流出来的 然后现在这个浅磐里面呢 是镶嵌了洪便的高僧碑 其实这个高僧碑呢 是大中年间的 八百五十一年唐朝政府赐给洪便和物贞的一个高僧碑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高僧碑旁边的这个彩树像 就是这个洞窟的主人 洪便 高僧碑上还写了洪便的名字 洪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辫字其实我们现在是很难查到的 这个辫字呢 后来学者认为它是上面一个巧字 下面一个言字的一体字 古代就说巧言为辫嘛 康熙字典就是说我们现在辩论的那个辫呀 它本字呢就是巧言为辫的这个巧和言字组成的这个辫字 所以后来大家为了书写方便呢 就把洪便呢就直接写成辩论的这个辫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洪便的彩树像 唐代其实能够保存下来这样写实的树像 而且有真人作为圆形的树像 非常的罕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洪便像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品 我们知道整个唐代呢 树像都趋于写实的风格 那么我们来仔细看洪便这身像 它呢身体上是穿着一个我们说的通肩袈裟 把整个身体呢紧紧地裹在一起 然后呢我们最好的就是它的这个表情部分 大家注意 这高僧呢其实它的嘴角呢 有一点点微微上翘 但是它的眉头呢又略略地触在一起 感觉整个神情呢就好像若有所思的咬性 特别是我喜欢跟大家介绍 它眼角的这个鱼尾纹 竖得非常非常的真实 所以说这个身像呢其实是能够表现当时中年高僧 那种庄重实重的这种神情气度的 它跟洪便生前应该说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现在看也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真实 这身像呢在王道市打开藏经洞的时候 这身像并不在里面 大家都很奇怪是吧 那么呢这个洪便像我们是怎么把它找回来的呢 在1965年墨高窟的整个崖面呢 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加固工程 当时呢我们的第一任的院长长书红先生呢 他领着我们的古建专家顺如建老师 他就说我觉得十六窟旁边 三六二窟里面有一身很好的高僧像 好像这个像不应该是那个洞窟中的 因为三六二窟是个特别小的洞窟 而且那个洞窟非常粗糙也没有壁画 然后这个高僧像的头都顶到了那个洞窟的窟顶了几乎 所以说放在那非常的不协调 他说我觉得这个高僧像会不会是红遍的像呢 我们可以把这高僧像是不是搬迁到第十七窟来试一试 然后他们在搬迁的过程中呢 就发现哎这高僧像的背面有一个被细腻封堵的一块小盐圈的部分 他们当时就决定我们仔细的把这个地方打开看一看 打开之后呢没有想到里面居然发现了一个骨灰带 这个骨灰带呢 里子还是用紫色的绢做成的 做得非常精细 然后里面有一张纸包着一些僧人的遗骨 那么他们就可以确定 这身像呢并不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树的佛的弟子像 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古代的高僧的 按它的真容来塑造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于是他们把这身像呢 敷了一个木板子 然后把这身像放到上面 结果发现这个树像无论从它的高度 它的人物比例 以及它跟后面的这个背景结合的这个效果 都发现它非常的吻合 那么在这个区域呢 周边再没有其他的能够放高僧像的这样的影窟 所以大家基本上确定 这身高僧像呢就应该是红遍的像 所以红遍的像呢 当时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它最初的这个洞窟 这个洞窟的主人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晚唐的河西都声筒 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最高的佛教界的领袖 红遍 其实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旁边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 红遍的高僧碑 那个高僧碑呢 在王道士的时代呢 也曾经被从这个洞窟移到了永道部分 那么在这尊树像放回去之后呢 大家又把高僧碑重新镶嵌到了这个位置 也发现它非常吻合 那么终于把墨高窟第十七窟红遍的这样一个洞窟恢复出了它的原貌 那我们说这个洞窟呢 它最初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墨高窟第十六窟是红遍迎建的一个超大型的洞窟了 那么红遍是它的功德主 后来学者就认为这个耳洞实际上在红遍生前呢 是作为它禅室就修行用的房间 那么呢在红遍它原祭之后呢 它的主人和弟子为了纪念它 就把这样的一个洞窟呢改成了影堂 或者我们也管它叫影窟 就是它的纪念堂了 然后高僧碑也立在里面 所以就是为了纪念红遍 把这个洞窟最后营建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后来的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他们就把红遍像给拿出去了 然后把大量的古代的文献和文物 非常有序地堆放进了这个洞窟 并且对这个洞窟实行了封存 就是不仅是门被砌起来了 表面呢还绘制了壁画 让它形成一种伪装 在王道士没有开发这个洞窟之前呢 大家看过去是一面墙 上面画的壁画 根本看不到后面是有个洞窟的 大家就开始想了啊 就是说这些文献和文物 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被堆放进去的 我们翻了所有的藏经洞的文献的资料 我们到现在所有的学者都想这个问题 也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说法 所以只能根据它出土的这些文献进行推测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发现呢 有很多文献都是与当时叫道真的生人 是有关的 那么道真呢 他的这个生平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是十世纪的一个生人 大概他十九岁的时候 就已经在三界寺出家了 从长兴五年 也就是九百三十四年开始 他就发愿要收集修补佛经 他打算倾尽一生呢 去完善三界寺的长经 那么呢 他的基本的工作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他先登记一下三界寺 到底有多少经典 比如说他写了一个 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献 在这个之后呢 他就进行了寻访古坏经文 收入适中修补投尾 他希望这些经典呢 能够流传于世 光是玄门 万代千秋 涌冲供养 他希望能给三界寺收集一部 非常完整的大藏经 所以呢 在他多年修补之后呢 他后来呢 又腾写了一份新的文献 我们管他叫 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 就是在他修补经文之后呢 他又根据现有的情况 说我修补了之后 我的第三个阶段 我应该现在知道 我修补之后三界寺有多少长经了 所以又做了一个新的目录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对长经栋的大致的情况 有一个了解 那么他最初呢 是作为河西都声筒红便的纪念堂出现的 之后呢 那他里面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 把红便像搬出去了 很可能跟三界寺道真修补 这个佛经的常年工作有关系 作为道真的储藏室和工作室 所以这个里面大量的东西呢 最开始很可能是三界寺的财产 好 我们也谢谢赵老师 通过赵老师这一番讲述啊 我们对这个藏经栋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啊 这个三界寺 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说 还有没有可能找到三界寺呢 你说到现在反正没有找到 对 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周边很多地方 其实也是为了处于保护的目的 我们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我们现在的发掘仅限于墨高窟前面的一点 窟前的殿堂遗址 从这个范围内来看呢 其实还没有找到三界寺 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应该是会找到的 如果能找到三界寺 可能还有新的发现 学员嘛 他们听得都津津有味 大家肯定也有很多想法 有问题 老师您好 我们知道藏经栋是敦煌的十七窟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十六十七窟 它是怎么命名的 比如发现红遍法师像的三百六十二窟 它离十六十七窟远吗 这个就是关于洞窟编号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大家都会说 你说十七窟跟三六二窟 它们离得那么近 那为什么它们编号是差得这么远呢 其实这是跟我们编号的一个习惯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在崖面编号的时候呢 像墨高窟我们是采用支字型编号的 然后我们是从北向南开始编 那么在南区北端的底层 从底层开始编 底层的第一个最靠北的这个洞窟就编成一号 然后这样过去一二三四五 然后一直编到这个南边的那个一百三十窟 就是往上走了 走到第二层了 编成一百三十一窟了 然后再往回走 所以等你再回来的时候到三六二了 它是一个中层洞窟 它就变得数字就非常大 它就到三六二了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支字型其实不是很严格 就是按照栈道的分布 怎么走最方便它就怎么编 关于长津洞为什么会被封闭 为什么要存这么多东西 其实包括我自己我也非常想知道 但是我们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件文献 能够清楚地记载它封闭的原因 所以说呢 现在学者们根据长津洞 现存的文献和文物的情况 做出了种种的推测 一共呢 是有大概这样六七种的说法 那么第一种说法 我们管它叫废弃说 因为我们确实在长津洞呢 发现了很多残破的经卷 甚至于在古代来说 就是过时了报废的不太用的东西 但是它是被很整齐的 包裹好的存放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就认为呢 在过去重圣尊经的这种观念支配下 就是这些东西它是佛经 它不能随意地丢弃的 那么在这样的观念的支配之下呢 把这些破烂的文书呀 佛画呀 作为不能够亵渎的神圣废弃物 非常规整地存放到这里 大家看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写的是千字文 金生利水欲出昆港 为什么要写那么多遍 这其实是古代小孩练字用的一个炒稿 那么像这样的写着字的 其实它既不是官方文书 也不是佛经 它就是一个练习本这种情况 这个东西对于当时来说 也是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的 所以说它这种东西的出现呢 它就支持了废弃说 但是呢 也有学者认为 说藏经栋的这批东西呢 不一定都是废弃的 我们来看第二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呢 叫做避难说 因为我们知道在十一世纪初呢 敦煌是一个非常不太平的时间 那么避难说呢 也是有两种说法的 第一种说法就是当时 敦煌的地方政权 北宋的朝市归宇军政权呢 它为了避西夏之难 大家都知道西夏从东往西打 快要打到敦煌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景上镜的那个小说敦煌 后来还拍成电影了 那个电影里头有一个 特别让人记忆深刻的镜头 就是那些僧人 在往那个洞子里头 去放那些经书 这个呢 其实就是避难说的 一个小说话了 当时呢 有很多学者都接受这种说法 认为是为了避西夏之难 朝市归宇军的主织人 把这批东西藏到了洞窟当中 但是后面呢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其实不是避西夏之难 因为西夏本身也是信仰佛教的呀 那么认为有可能是 避当时的黑寒王朝 在1006年的时候 黑寒王朝灭了余田这件事情 敦煌很快就知道了 所以敦煌人呢 又知道黑寒王朝是不信佛教的 于是呢 他们就为了避黑寒王朝的战乱呢 那么他们就提前做准备 把这批东西封存到了长经洞当中 第三种说法呢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书库改造说 在大概是公元一千年的时候 卷轴类的书籍就不太使用了 这个时候主要开始流行 折叶式的佛经了 那么卷轴类的东西 大家不太用了怎么办呢 那就要面临报废的问题对吧 那么实际上呢 当时的寺院呢 就把长经洞作为一个长书室 把原来不用的这些古旧的 卷轴类的经典呢 统一地存放到了这个里面 我们看就长经洞里头 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这种 卷轴式的经典 还有社会文书 所以呢 当时的人呢 觉得这些卷轴类的书籍呢 我们不能把它随意丢弃 那我们就把它存放到长经洞 给它做一个很好的安置 然后第四种说法呢 就是说长经洞的封闭 可能跟土国的遗留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长经洞 虽然是发现 布头最大的都是汉文的经典 但是土拨文的古藏文的文献 量也是非常大的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就是一个古藏文的佛经 所以说很可能呢 是因为朝世归军时期 是不是人们对土拨 占领敦煌那段历史 特别地仇恨 所以他把跟土拨 有关系的东西 也全部地笼统地 都收到一起 然后存放到了这个长经洞当中 下一个就是这个 佛教供养物的说法 这个跟第一个废弃书 是很相似的 但是呢 他的说法就是说 长经洞封闭的时候呢 非常规整地把这些 很有用的佛经和佛画 放到里面 那么这些东西 他并不认为是废弃的 认为它是有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圈画 这个圈画呢 是一个牵手牵眼观音的 精变画 但是它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穿白衣服的女子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施主为他的母亲阿张 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为他的王母呢 祈愿的超度的一个画 就是把这幅画画了之后 想放到寺院里去供养 那么当时呢 像寺院里头 他们有很多这类的 用来供养的佛经和佛画 那他们应该放在哪呢 所以当时呢 就把它统一存放到了 藏经洞里头 这种说法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 现在非常熟悉的 那个庄丧 我们会把一些佛经 放到佛像 或者是放到佛塔里面 那么藏经洞 因为它量特别大 所以就把它装到了 这样的一个洞窟当中 那么还有呢 我们说第六种说法 就是末法思想说 这个末法思想是很有意思的 按照佛经的说法 就是说施迦在世的时候 他就曾经预言过 说在他原济之后 这个世界会经历 正法 相法和末法 三个阶段 正法呢 就跟他活着的时候 是一样的 那么相法呢 就是大家认为佛像 就可以做师家 做佛主 做他们的老师 就是以相为师 那么到了末法时代 就很严重了 末法时代 大家就不信佛了 为什么敦煌这个时候 会流行末法思想说呢 因为敦煌当时 是向辽导供的 辽呢 他有一个说法 推测1052年 末法就要到来了 那么所有的这个 佛经 佛像都要毁灭了 那大家必须储备一些东西 把它先密藏起来 所以在这种纯经已被 法灭的思想的支配下呢 那么敦煌呢 也是把这些 很重要的佛经呢 和佛画 放到了这个洞窟当中 这就是常经 现在封闭原因 我们大家有很多种说法 每一种说法呢 它都会有一些 支持的证据 但是每一种说法 也不可能 完全站得住脚 它也会有一些漏洞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赵老师 刚才啊 其实我一边听 我一边想 我特别想 能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结果还是没有准确的说法 那将来有没有可能 会有一个学界 共同认知的一个说法 对 如果我们周边 有相应的考古发现 也许会有一种说法 也许啊 我看你们也都有很多迷 有什么问题 跟赵老师做一个交流 来 小姑娘 特别感谢老师 您刚刚的分享 我非常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一直到1900年 我们才终于发现了 藏经洞呢 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年 没有人发现它 封闭藏经洞的 很多人参与啊 那这些人又都哪去了 是吧 对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这一段 敦煌的地方历史 那么就是在 11世纪初的时候 敦煌他的朝市 归翼军政权 他自己 其实也是处在 风雨飘摇之中的 他外来的威胁特别多 包括魁湖势力 包括后来的西夏 那么其实很快呢 他其实就发生了 改朝换代 月时是没多久 西夏就占领了敦煌了 所以风唇这些东西的人 很可能在这个战乱当中 发生了变故 另外呢 他们画上壁画的这种方法 就是不希望有人去知道 所以他就一直保持得特别好 那么敦煌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很稳定的 他也没有发生什么地震什么的 所以这个洞 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而且你看到敦煌都是壁画 哪都是壁画 时间长了 时间久了以后 那真的 你不是刻意去找 就找不着了 好了 这个承载着历史厚度的文献 敦煌藏经栋 这座宏伟的艺术宝库 还有着哪些令人惊叹的宝物呢 我们请赵老师 为我们继续讲述 藏经栋呢 其实它的收藏品 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它就是大量的古代文献 我刚才讲了 大概是近七万件的古代的各种文献 它其中有90%以上的汉文文献呢 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佛教文献 佛经 佛典 经律论 这些东西特别多 但是呢 非佛教文献占了10% 这10%的内容 我觉得是最丰富 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它包括我们传统的 经 石 子集 那么还有道经呀 摩尼教经典呀 锦教经典呀 俗文学 还有各种官司的文书档案 这些东西都是特别丰富的 涉及到政治经济各个领域 所以说呢 作为当时的第一手的资料 藏经栋的这些文献 其实它更有价值 因为它可以恢复一个 较为完整的地方识 那么还有我刚才讲过的 它用很多种文字写成的呀 除了汉文 有古藏文 辉户文 榆田文 树特文 梵文 各种文字写成的这些文字材料 也丰富了我们圣史 不太记载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历史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献 虽然是一个文献残片 这个是英藏的11287号 它叫《论世赤书》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很有意思 它那边有一个红色的印章 大家看到了吗 对 就是我们说 唐代是实行三省六不治的 那么中书省它是负责起草文件的 地方上有事情要向中央汇报的时候呢 其实由中书省先起草文件 然后呢 乘到皇帝跟前 皇帝画一个大大的赤字 这个就相当于怎么说呢 皇帝不是都用玉玺盖章的 皇帝其实画赤就是有效的 皇帝画完赤呢 这件文献呢 又会被放到中书省 中书省盖了章子 被放到门下省去审议 最后到上书省去搬行 这件文献呢实际上就是 唐代皇帝给地方的一个批复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就是 国务院的办公厅 给地方政府下发的一个公文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 经常在文献里说 皇帝画赤画赤 这个词我们是看到的 但是这个画赤到底是怎么画的 从这件文献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得特别清楚 真的是像画出来的一个赤字 所以说这件文献呢 它是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 唐代的官方的公文 所以它特别珍贵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献呢 它是夏女夫辞 就是说敦煌文献当中呢 它还保存了大量的民俗资料 其中呢有一些跟结婚有关的 我们如果把它的心急 急凶书仪 夏女夫辞 还有通婚书结合到一起呢 它可以恢复一个 很完整的民间迎亲成婚的 这样的全过程 其中呢最有趣的 就是这个夏女夫辞的记载 它记得特别生动 它就是用对歌对答的文学手法 去记录民间结婚的过程 就比如说 男方到女家迎亲嘛 那你到了女方的大门 女方呢要请男方先下马 然后男方给女方要尽献凌罗 女方呢跟新郎啊 敬一杯上门酒 然后还要送一首诗 叫上酒诗 那么男方呢 必须以诗作答 就是古代人他特别讲究 用诗文对答的这种仪式感 然后男方真的是 在女方家每一部呀 她都要作诗 比如说到女家的大门 中门 院内的那个土堆 以及堂屋的外堂基的时候 她都要看到什么 就给写一首诗 然后夸这个女方家非常好 那么最后呢 她会碰到故意上锁的堂门 我们现在去迎亲的时候 不是也要想办法 递红包把那个门打开吗 但是当时呢 就是要送这个制堂门师 进去之后呢 女方家还会设一个围葬 然后进行撒葬 表示急庆了 这个时候要送撒葬的词 撤去账漫呢 那么新娘呢 才走出堂门 而且新娘走出来的时候 她那个伴娘呢 是要用扇子把它遮住的 然后送入帐幕坐在床上 那么冰相呢 就请新娘下床 跟新郎呢 一同吃同一盘的生劳 吃了之后呢 又用这种五色的丝线呢 去把两个人的脚趾头绑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呢 新郎呢 是脱掉礼服 新娘就把她头上戴的那些花柿呀 筋果呀 全部去掉 二人呢 就正式地结发为夫妻了 然后大家就都退出来了 就留下新郎和新娘垂帘安寝 就是一个入洞房的过程了 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想 我们为什么说是婚礼呀 就是古代的婚礼 其实是在黄昏的时候进行的 这幅画呢 我们看右边呢 这是整个婚礼拜堂的情景 左边画的 其实就是迎亲的情景 那么迎亲队伍前面呢 有一个人我们看 他举着一个火把 最早的火炬手了 他举着这个火把呢 就是表示 他其实是在黄昏迎亲的 那个时候天已经暗了 所以呢 古代在这个时候成亲 我们说经过那些程序之后呢 自然就到晚上 就开始入洞房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结婚的过程 我们再来看看离婚 我们现在一想到 古代人离婚都是休妻呀 感觉对女性是非常不尊重的 但是我们每次读到敦煌的放妻书 就是当时离婚证明的一个范本 我们感觉其实写得真是非常的温柔 他前面呢就会说 说这个夫妻能够结合 这种缘分 写的都是特别深情 什么 抗礼情深 恩爱极重 那么他把夫妻不和的原因 归结成什么呢 他不像我们现在说 你不洗碗 你不管孩子 夫妻两个人吵架 他归结成说是我们是前世冤家 是上辈子我们就结下了这个怨仇 所以这辈子呢 怎么都相处不到一起 就好像猫和老鼠放到一起 那他总是要打架的 所以呢 丈夫呢在写放妻书的时候 他还说既然是上辈子的问题 那么希望离婚之后 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特别好 就是说希望女方能够 从书缠病 眉少峨眉 乔惩窦窦 然后选聘高官之主 就是说即使离了婚 他还是希望 老婆你好好的 继续保持你的美貌 能够嫁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对老婆是有很多祝愿的 那么到最后呢 他说了一句很要紧的话 就是说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就是说我们现在人会说 结婚是为了幸福 离婚也是 我们就从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这八个字就能体会到 既然大家在一起生活 有那么多矛盾 那不如大家就离开之后呢 大家都可以开心地 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我觉得古代的放弃书 写得真的是特别有水平 比现在的离婚协议 写得好太多了 对吧 除了文献之外 其实敦煌还有很多绘画品 和其他艺术品 那么在绘画品方面呢 也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这一件绘画品呢 它就是一个引路菩萨 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 这个菩萨呢 本身它的丰满的这个情况呢 感觉是非常女性化的 但是菩萨呢 它又有这个小胡子 因为菩萨其实在印度 最开始呢 它都是男性的 但是到了中国之后 它慢慢呢 是经历了一个女性化的过程 然后这个菩萨呢 它右手呢 是拿着一个香炉 左手呢 它拿着一个像莲花样的东西 那个莲花的镜上呢 有一个小小的飘着的帆 我们现在就管它叫招魂番 那么它要引导谁呢 就是引导后面穿红衣服的这个女性 这个女性呢 也是画得非常的好 她就是典型的这种贵妇的装饰 那么她的神情呢 也是非常安详 非常顺从地跟着菩萨在走 所以这幅画呢 实际上是为王者起伏画的 它都是这类的佛画 那么我们藏经洞呢 发现了这么多东西 近七万件的古代文献 大量的古代的艺术品 我就给大家挑了几件 代表性的进行介绍 其实真的是一天都讲不完的 那么我在这儿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赵老师 关于这个藏经洞 精彩的讲述啊 学员们咱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大家看啊 大屏幕上是一件 藏经洞出土的卷画 你看这两侧 还有两个卷画当中的局部放大 学员们你们猜猜 电视观众也可以猜猜啊 这个画的是什么 这个局部啊 看这个两个局部画的是什么 你可以先看那边 看一看啊 学员们你们看了半天了 能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 关于左边的这一幅 我想斗胆地猜一下 它像极了一家三口 一起去郊游踏青的一个场景 那个小孩还骑在他母亲的肩膀上 这个字能认识吗 这个实在是学术才浅 不敢斗胆地妄测 大概是父母将子随行加盛时 好 你是这样理解的啊 要不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好 我们有个字都不认的 对 这条榜题呢 写的是 或在拦车摇头弄脑时 它讲的是什么 大家看 这边的这个女性呢 是这个小孩的母亲 然后这个小孩在什么里面呢 是一个蓝车 就我们说的婴儿车了 古代的婴儿车这个结构 肯定还是可以折叠的 那个小朋友就躺在里头 这个就是表现孩子很小的时候 在这个婴儿车里头 摇头弄脑的时候 母亲在照顾他 那您就把这幅也给我们讲解一下 对 这个写的就是父母将子随行加镜时 它那个镜呢 写的是月子旁的那个镜骨的那个镜 其实是应该是写脖镜的镜才对 它就是说一家三口出去郊游 那么出去的时候呢 孩子就骑在这个父母的脖镜上 就这样的一个画面 确实是去踏轻应该 对 确实就是表现这类的 到郊外 爱郊游 刚才这个小姑娘 把大部分都说对了 对 她大部分是说对了的 这个不太清楚啊 她是坐在母亲的 骑在母亲的这个脖子上 骑在脖子上 那旁边这位呢 旁边是她父亲啊 你顺便一看 古代这个爸爸就这样子啊 还骑在母亲身上 那跟现在就不太一样啊 现在一般都骑在爸爸脖子上 母亲在旁边跟着 对 然后我们就说一下 这个是收藏在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 这幅画呢叫父母恩仲经辩 它也是根据一部佛经 叫父母恩仲经绘制的 那么我们说佛教 其实在印度是讲求出家的 也不讲究孝道 对吧 但是它传到中国之后 它为了适应中国本土顶况 它不讲孝道是不行的 所以呢 中土生人呢 就传述了一部经典 叫父母恩仲经 那么这个父母恩仲经 主要讲什么呢 就是说小孩子们 还是要孝顺父母的 那么它两侧画的故事呢 都是孩子从小到大的 一个成长过程 比如说我们看到 那个小小的时候 坐在篮车里 母亲就照顾你 你摇头弄脑的时候 就跟母亲在一起 然后长大一点了 可以跟父母一块出行的时候 就是父母用脖镜 骑在肩上这样 把你扛出去的 所以都是非常感人的一些画面 就是教人要孝顺父母的 这样的一个经变画 赵老师您刚才也讲了 这个藏经栋 是在1900年被王道士发现的 现在我们大家很关注的就是 这些文物都去了哪儿 现在在哪儿能看到呢 这就是涉及到 藏经栋文物流散的一个问题 那么藏经栋呢 它其实从1900年开始发现 它就没有避免掉 文物流散的悲剧性的命运 它实际上开启于一个 我们说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嘛 那么王道士最开始呢 他打开长径洞之后 他其实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 就是他想着这些东西 是很值钱的古物了 那么我把这些东西 就送给当时的一些 他认为很重要的地方官 县令呀 学台呀 这些人 那么其实并没有引起重视 后面呢 我们就知道大量的西方探险家 涌来之后呢 跟王道士做了一些交易 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收藏 藏经栋文献的机构和私人 多达几十家 就是为什么我老说 我没办法给大家一个 科学的准确的数字 就是因为它一直以来 流散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些人说 我们那儿好像有藏经栋文献 你们能不能来看看 做一下记录 所以我们现在呢 敦煌文献最主要的 有四大家收藏单位 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大英图书馆 这个法国的国家图书馆 然后还有俄罗斯科学院的 东方文献研究所 然后我们中国最大的收藏地呢 那么就是我们的国家图书馆 敦煌卷画呢 其实也是散布到很多个地方 那么收藏敦煌卷画最多的地方呢 一个是我们说的大英博物馆 还有就是法国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 还有印度的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 就是有一种我觉得不太严谨的说法 说英国收的东西最多 法国的东西最精 那么长于俄国的呢 是最杂 长于日本的是最隐最密 长于中国的是最散最乱 有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英国最多 这就是跟斯坦因进入长津洞 跟王道士有交易这样的一个事情有关 斯坦因呢他其实从一开始他是计划好的 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时候 敦煌藏经洞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那么他1907年的时候就来到了敦煌 他最开始在三月份到了墨高窟之后呢 第一次他是没有见着王道士的 然后斯坦因因为是瞄着长津洞来的嘛 他非常有目的性 所以他五月份又来了 他不见着王道士 他看不见这长津洞 对 是 但斯坦因他本人不太会说汉语 所以他顾了个师爷叫蒋孝婉 就跟王道士交涉 其实王道士最开始对这样一个西方人 我们说斯坦因不是第一个进长津洞的人 但是他是第一个进长津洞的西方人 他对这样一个外国人他是很警觉的 对 那斯坦因这个人是非常狡猾的 他就看王道士画的那个壁画啊 他画的是西游记 然后在斯坦因的理解中就是他自己记说 王道士好像特别崇拜玄奘 所以说斯坦因就跟王道士套近乎 说我就跟玄奘一样 我跟唐僧是一样的 我是从西方来取经的 就这一招很灵啊 他就打动了王道士 王道士就相信了他这个说法 于是斯坦因最后呢 他只用四个马蹄银的价格 大概相当于二百两的白银的价格 买走了其实是二十四箱的文献 五箱的绘画品 一共二十九箱 真的是满载而归啊 而且斯坦因还来了第二次 他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 又再次找到了王道士 一九一四年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东西都运到北京之后了 那王道士呢 因为他不是得的钱少吗 他对这事很不满 他在运往北京之前 他自己私藏了很多东西 所以斯坦因这次又买到了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统计呢 就斯坦因所得的文物呢 大概有两万多件 首先他来的次数多 他来的早 他见到产品丰富 所以他真的是花了比较低的价格 买了最多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东西最多 然后我们再看看斯坦因倒走的东西 因为斯坦因他本人是不懂汉文的 所以斯坦因呢 就是通过蒋孝瓦的协助 来挑选他的这些收藏品 那么蒋孝瓦呢 就觉得书法好的东西 那肯定就好呀 比如说他挑走的这件妙法莲花经 这是一件贤亨二年的宫廷写经 那么这件作品呢 其实在斯坦因的收集品里头 就属于比较重要 比较珍贵的写经了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这是从宫廷里头 颁发出来的写经的善本 然后这个尾题部分 大家可以看 贤亨二年 写经的这个日期 写经的这个人都是有的 然后用了多少纸 二十一张纸 因为古代的那个卷子 其实它是一纸一纸拼起来的 它不可能一下做这么长的纸 然后还有 这个卷子还有装表的 装黄手也写了 然后初教 再教 三教 跟我们现在初述一样 人家也是经过三教的呀 然后后面还有太原寺的几个大德 需要详细地再过一遍的 所以后面我们看到 就是这些人 他都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些人物 他把整个当时宫廷写经的一个程序都表现出来了 所以斯坦英他那里面有大量的珍贵的文献和文物 斯坦英一脚踏入藏经洞内 一千年前佛国的事迹 世俗的生活 丝绸之路的繁华都浮现在他的眼前 在斯坦英的花言巧语之下 最终王源路收下了斯坦英的两百两银子 让他们把一万多件文献和五百多幅圈画带走 事后斯坦英很得意地写信和一个朋友说 在欧洲只要买一个梵文备业写本就要这些钱 就在斯坦英走后的几个月 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 薄熙和的法国探险队 薄熙和呢 他的专业背景就更好一些 薄熙和是个语言天才 所以他的汉语非常好 那么王道士一看 一个洋人他还会说汉语 还说得这么好 对很快就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 所以王道士呢 是让薄熙和自己进去去挑的 这样我们才留下那张很珍贵的照片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薄熙和在长荆栋里面 蹲在那 蹲在那 就是别人给他拍的应该 对 是 他才留下那么珍贵的一张照片 那么薄熙和呢 他知道面对这么大量的文物 他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他必须掌握几条原则 他才能快速地把它调检完 因为他所有的他都想过一遍 薄熙和呢 他是给自己定了几个原则 第一个 非汉文的文献 我全部都要 第二个 非汉文之外呢 就是有提记的文献 我尽量都要 还有就是艺术品 我都要 还有就是那些 可能没有入大藏经的佛教经典 我要 官司文书佛教以外的东西 我也都要 所以他用三周的时间 把长荆栋所有的文物翻了个遍 最后呢 按照他这几种原则 快速地把最精华的一部分挑走了 你听是杭家里手 对 你看他挑的这些东西 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说虽然他比斯坦因来得晚 但是薄熙和挑的明显 就是价值上确实是更高一些 就我们想在薄熙和的收集品里头 找到几件非常重要 有价值 有代表性的作品 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在法国极美博物馆 其实就在他们那个展厅里头挂着 这个呢 是一幅文书画线于五台山的 这样的一幅卷画 那么后面大家看到那些山 那个其实就是五台山的五台 其中的三台 它那个中台部分呢 就被文书挡住了 然后这幅图上面 大家可以看 那个上面就表现了 五台山画线的各种景象 比如说佛的投光线呀 深光线呀 然后五台山画线 画金桥呀 这种神异的景象 在这幅图上都有 还有呢 就是这幅图那些红色的 那个小榜题 其实就是五台山 当时一些重要的地方 它都进行了标志 然后这幅图下面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戴着黑帽子的白衣服的老人 在跟一个比丘 他们两个人在聊天 这个呢 是当时五台山上 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就是说北印度的一个僧人 名字叫佛陀波利 他呢 他作为一个北印度僧人 他相信文殊菩萨不是印度的 文殊菩萨在中国的五台山 于是他就来到五台山去巡礼 那么在他巡礼的过程当中呢 他进完礼之后 有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头 怎么就从山里出来了 这老头就问他 法师你从印度来的话 你有没有带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这个佛陀波利说 我来了就是想在这看看文书的 我没有带这部经典 那么这个白衣老人就跟他说 中土众生多兆恶业 只有这部经典能救他吗 你如果没有带这个经 你自己来了有什么用呀 而且你就算见到文书 你能认得出来吗 佛陀波利就给老人行了个礼 就老人就消失不见了 于是呢 佛陀波利就知道 哎呀 我刚才原来是碰到了文书化身的这个老人 我就是见到了文书菩萨 于是他就根据文书菩萨的指示呢 他回到了印度 重新把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带到了中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大家都是做考古的 都知道出土的那个石经床 就像柱子一样的 那个石经床上面刻的文字 有90%以上的 都是佛顶尊圣陀罗尼咒 这部经呢 其实后来在中国的影响特别大 那么五台山呢 跟这部经之间一切的关系 也使五台山信仰呢 成为整个东亚地区 大家都很信奉的这样的一个圣山 您这么一讲 我们就理解了 为什么咱们敦煌的遗书 最散最乱 你想想这些盗保者 他这一通找一通翻 他认为最有价值的 他都弄走了 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直到薄熙和来到敦煌的时候 当时的晚清政府 都还没有注意到 藏经栋文献的价值 你看 那么怎么注意到了呢 在1909年的时候 薄熙和这个人也是 他就想赛保 其实我觉得他是想提价了 然后他在六国饭店 搞了一个小型的展览 他把他觉得 很有代表性的一些东西 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所以当时的大学者 像罗真玉这些人 才知道了藏经栋 有这么重要的发现 于是呢 在这些人的呼吁之下 才有了那个清学部 拨了六千两的专用款 去让甘肃把这些东西 运到北京 也就有了我说的 在整个押运过程当中 文物的流散 其实即使到了北京 也没有立刻送到学部 而是说放到了 当时的和颜生的 亲家家里头 最后交给官方的 就是八千多件 但是其中有很多长卷 就被扯成一片一片的了 在这个路途中 我觉得是藏经栋文物 流散最严重的一次 路途当中也有 也有流失 路途当中每到一站就丢一点 每到一站就丢一点 最后一个 我们说在敦煌盗宝的人呢 应该就算是华尔纳了吧 华尔纳是1924年 来到敦煌摩高窟的 华尔纳来的时候 其实王道士 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了 而且华尔纳走了之后 据说王道士当时 为了保护自己在装疯 因为后来他这个 盗卖文物的事情 就是被大家知道了之后 那么王道士 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 然后呢 在1924年 华尔纳来的时候 那他就得不到 任何藏经栋的文物了 但是华尔纳 他也没有空手回去 他看墨高窟的壁画这么好 他们当时研制了一种胶布 这个胶布呢 其实最开始 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盗取壁画 而是为了保护那些 宾威地区的壁画 因为有的地方 他可能多发地震 用这个东西 把壁画整体搬移 那这是一种 很重要的保护手段 但是华尔纳在墨高窟 就做了一个实验 他是用这个胶水 沾了十几方壁画 带回了美国 然后在复原的过程当中 大概是有两幅 就彻底毁坏了 我们现在呢 也能看到 墨高窟的那个墙上 就像开了天窗一样 那个就是被华尔纳 沾走的 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是 想尽一切办法 听了您这番 关于敦煌这些文物啊 这些遗书 流逝的这番讲述 我想学员们 可能跟我一样啊 感到非常的心痛 但是也非常感慨 你想想 1900年那是清朝 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 民不聊生 还谈文物保护呢 那个意识可能 真的就 没有这种意识 也没有这个国力 但是100年之后的今天 新中国我们有了新的技术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 是吧 更重要的是 我们认识了中华民族文化 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那么这些年 敦煌研究院对于敦煌遗书的复原呢 还有一些保护啊 研究工作都做了哪些呢 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 最开始是出于保护石窟 为石窟留下一份永久的数字答案的考虑 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数字敦煌项目 那数字敦煌项目最开始 主要就是考虑如何保护石窟 去扫描石窟 那么到了2012年的时候 我们敦煌文献研究所 当时的所长马德老师 他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 叫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 就立项了 我们获得了就是国家的一个最高的资助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们就进入一个有规模有秩序的 用数字化保护敦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其实这个工作量特别大 大家可能都不理解 今天我给大家看的很多文献 它是写的非常规整的 但是呢 其实敦煌的那些官司文书有很多 它写的不规范 特别那些有价值的文书 还有一些是用草书行书写的 那么这样的文献呢 我们同样也采用全文录文的方式 因为敦煌还有很多属体字 就像红辫的那个辫子 这个字你可能在那看半天 猜它到底是哪个 你去查属体字字典 花好多时间 有如一天你可能只能录几十个字 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部分的工作呢 其实是不太好干的 还有就是大量的 我们说少数民族的那个文字写成的文献 尤其是部头最大的古藏文文献 因为涉及到语言方面的问题 很多数据库它是没办法做的 包括它的全文录文 我们实际上实现了连藏文 我们都可以进行全文的录文 因为量特别大 所以我们到现在还在继续做下去 我们现在做了6.7万件的基本信息 和一部分的全文录文 这个工作量一听就非常的繁杂 对 非常的艰辛 其实啊咱们说了半天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包括学员嘛 可能最关心的 也是我最关心的 就是这些散落在异国他乡的这些国宝 他们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回到自己的祖国 这就涉及到一个这个回归的问题 食物回归的情况呢 其实是有的 有 我们在1997年 日本友人曾经给我们捐过八件敦煌文献 其中有一件呢 非常巧合 就是跟我们的敦煌研究院 藏的001号 那个酒帐 它还是可以拼合的 这一件文献 还有一部分是藏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 所以就这么一个卷子 它其实原来分藏了三个地方 那么我们说 食物回归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数字化的手段 就像我们把这件写卷 把它完整地拼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完成 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 在未来的有一天 当然也可能我退休都做不完 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 然后有一天 在我们的敦煌遗书的数据库里 大家可以看到 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敦煌文献 让他们通过数字化的方式 回归故里 谢谢赵老师今天与我们精彩的分享 其实啊今天赵老师给我们所讲的这些 只是敦煌考古发现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从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座古典艺术宝库的辉煌的历史 我们真的应该再一次用掌声感谢赵老师 谢谢您 同时也感谢来到现场的六位考古爱好者 也谢谢你们 墨高窟里精美绝伦的壁画 神态安详的彩塑和藏经洞里珍贵的文献 让我们触摸了历史的脉络 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 藏经洞的发现让近七万件 四至十一世纪的古代文献重见天日 应该说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 他们因此也推动了一门新兴的学科 这就是敦煌学的诞生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